他的导弹发射的次数已经比父亲与祖父加起来还要多 金正恩看起来是一个领导人 然后他对于别人的意见完全不在乎 然后充满着敌意 很好斗 同时他对于去核化的这些谈判也不感兴趣 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核武国之间的身份 跟其他核武国展开对话 而且2005年9月的时候 朝鲜他已经同意说要放弃所有的核项目 但是对于以前朝鲜做出这种声明 他也是完全不顾 所以这个人他似乎也没有导师 也没有一些人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意见 所以现在的情况确实很危急 对于这种声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